可能是有一名正姓富人 她在买菜返家的途中 跟另一辆摩托车发生了车祸 可能是因为她当场被吓坏了 不管消防队员怎么样安抚她 她就是不愿意乖乖地躺在单架上 让当时的消防人员相当头痛 骑身机车发生车祸的富人 表情显得相当痛苦 不断地发出哀嚎 不知道是因为疼痛还是惊吓过度 不管消防队员怎么好心劝告 她就是不肯躺在单架上乖乖就医 别认识赶来的亲戚也拿她没有办法 因为发生车祸的富人 就是不愿意一个人去医院 还紧抓着亲戚的手不放 最后还是一群人七手八脚 不停地安抚 甚至通知富人的儿子赶紧赶到医院 这名富人才肯乖乖地上诞假 即使伤了担架 富人还是不断地哭泣 消防队员表示应该是惊吓过度 才会想找亲戚陪伴 幸好送医之后情绪已经平复 只是累坏了当时雏勤的消防队员 感谢动了